將紙箱起封 取得一點點選票 台北市長選舉啟動重新計票 台北地院出動五十組法官分桌驗票 跟候選人則派出律師分別見看 每張選票一一核對 律師仔細查看是否有問題 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丁守中 以三千兩百五十四票之差 被給現任市長柯文哲 質疑選務有瑕疵 申請重新計票 丁守中陣營募集一百六十八位律師 配合驗票 柯文哲陣營則是召集近兩百五十位律師 不過坦言排班狀況還是吃緊 真的這幾天排班的結果發現說 其實兩百多二還是不夠 因為每個律師其實時間都很忙碌 那今天早上跟明天早上還有今天下午 尤其是最緊繃的時候 而丁守中在驗票第一天也到場 為律師打氣鼓勵 並強調要透過驗票查出選物是否有漏洞 讓社會大眾有知道真相的機會 這些選物人員都是台北市政府在選定的 都是林清榮在選定的 大家現在也瞭解到很多選物人員 根本不符合資格 這是我們這次會有這麼多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台北市長選舉展開第二站 進行重新計票 台北地院立拼要在十天內 驗完一百四十二萬多張選票 過程中如果各陣營律師認為選票有爭議 會先記錄下來 但仍由何一廷法官做最終判斷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還有可能會有在一方的三方公告 對等全民交易ue